死囚的最后一天会怎样度过 执行死刑的具体日期并不会通知给犯人 所以死囚们最后一天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在建设复兴 但如果是在监狱待久的犯人 还是会大概猜出自己的死亡日期 在春节6月26日禁毒日 国庆节这些重大节日之前 出于人道主义 监狱方面也会在最后一天对死刑格外宽容 会特意改筛活时 还会送烟和糖果 如果犯人敏感 此时会感知到自己死期将近 精神上将变得异常恐惧 有人彻夜难眠 有人则变身化劳 第二天一早 犯人可以吃到饺子和几样丰盛的断头饭 之后就会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 验明身份后 才会被告知执行死刑的信息 如果亲人健在 此时他们也会来到房间 给犯人进行十分钟的临终告别 时间一到犯人就会立即被带进注射室 绑在床上执行注射死刑 一分钟内就会毫无痛苦的停止呼吸和心跳 那么你认为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他都会想些什么呢